今天邻居杀猪卖 我很早就过来等了 然后邻居特别忙 那个收钱还有 给这个猪肉 我再帮忙帮了一阵 就样样买了一点 我早了就买一个猪肚 买个猪脚 买三根排骨 还有猪头骨 反正样样都要一些 既然要送点菜回娘家 我就把这个 以前买的肉松海苔 给它找出来 因为原来一听她说 想吃肉松小贝嘛 我买了材料回来 一直还没有空做 现在我还在研究 昨天晚上又研究了一个晚上 告诉大家 我啥不多 我面粉多 有这么大一袋面粉 够我做美食的 够我研究的了 现在 左手准备起来 我们的教程里面是说做三个鸡蛋 我这里就做九个鸡蛋 准备的材料也都是三个鸡蛋的三倍 我们就要从不断的做当中去总结经验 如果是光看是没有用的 先就开始打蛋清淡黄分离 大黄蛋清淡黄分好了 现在把牛奶和油卤化起来 再加入蛋黄分 最后塞入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 好了 大黄糊搅拌好了 我们现在来打发蛋白 加入这个白糖 还有这个柠檬汁 取三分之一 加到蛋黄糊里面先 其实做蛋糕 戚风 基本上都是这样 每次都差不多 搅拌均匀之后 打到裱花袋里面 今天实话说 蛋白没怎么打发好 不怎么硬挺 哇 朋友们 这个蛋白没打发好 这个面太湿了 还可以怎么补救吗 这个绝对是个摊的 这个麻烦咯 妈妈 哎 准备成这样 咱们别注重过程了 咱们要注重结果 太稀了 妈妈今天做蛋白没打好 可能是它鸡蛋有点问题 没事 等一下我们就做成这个蛋糕片 也不是好吃吗 对不对 一片狼藉 等一下想办法补救了 不管怎样 不能浪费 是不是 把它做出来 我就不信它们不吃 上下火 170度烤20分钟 看 现在打好了 刚才这个蛋白没打好 我不会心 今天有的是时间 我多做一次试验 是不是 现在打好了 放心 这次做的不塌了 面对我们这么认真的态度 他也不好意思塌了 这是第一次做出来的这个蛋糕片 是太薄了 就挺脆的吃起来 但是很香啊 然后中间夹的那一层很多主播用的都是这个沙拉酱 我今天总共这么多我怕不够了 那我中间那层我就用奶油 鲜奶油加上 对不对 我那时候熬的野生三盛酱 我们又做了一个创新 大奶油里加入野生三盛酱 好了 第二次做的那个蛋糕坯还没出炉 我们就可以尝试把这个第一次的先捏起来了 薄一点也没关系 我们抹一点奶油上去 多贴两层嘛 如果看起来太薄了 我们就多贴一点嘛 是不是 都可以的 这个都是看自己喜欢 这个就太薄了 我们再贴一层 再贴一层都没事 这样到时候抹这个肉松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第二次做的也出炉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蛋糕这个东西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那样做 怎么做都好吃 都香 像我们把这个肉松倒到碗里面 等这个放凉的功夫 那个就可以裹了 包着放了 反正现在是最后一步了 抹上沙拉酱 等一下沾上肉松就可以了 看这不就成功了吗 现在直接上手了 干啥 怎么那么响 小肠妈妈又来了 洗手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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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脚了 洗个呢 哦 那你们可以开吃了 耶 我吃大的 我也要吃 我也要吃 吃小的是不是 那我就吃小的 我就想吃小的 想吃再吃大的 没关系 没关系 都可以吃 今天都这么多管宝 很好吃 这个海财最脆的 而且还有芝麻的香味 哇塞 你现在都变得美食家了 这么品尝美食的 对不对 七七叫可春 他们来吃 那个管额呢 又睡觉了 最喜欢看他吃东西了 好开心 我又拿一个大 哇塞 你们就调最大的 对 可春他们呢 我妈说他住的难一点就可以了 哦好啊 也可以 刚才说吃到了葡萄的味道 是不是 真的吗 确实 是我们做的一个 很好吃的东西你不知道的 是奶油吧 奶油里面我还加了野生桑胜果 桑胜果酱 好了 完工了 你们两下可以吃几个 三个 幸好我是做大分量的 要不然这人不够吃 我能吃五个 我能吃十个 太幸福了 妈妈今天做好吃的 这都不好意思 好了 我们把东西收拾起来 等晚了醒了拿几个给碗子吃